观众我是黄蜜蜜 欢迎收看今天7月23号公示晚间新闻 马上要把镜头转到云林县 今天下午在斗六发生了一起火车撞上轿车的严重车祸 在画面上您可以看到有一辆轿车卡在平交道上面 驾驶下车的时候他要按紧急按钮 没有想到火车已经及时而来 整辆轿车被撞得完全扭曲变形 但是车上还有一个两岁的小孩 现在性命垂危 就是这一台白色轿车刚要经过平交道时 前方柵欄放下又赶紧要往后退 可是当时后方的柵欄也刚好放下 车子就被卡在铁轨中间进退不得 车上男子赶紧下车要按下紧急按钮 不过这时火车已经及时而来 根本来不及刹车 意外发生在下午1点45分地点在云林斗六的后专平交道 这里从彰化南下要开往嘉义的区间车驾驶 发现小车车停在平交道时 想要停车但为时已晚 被撞上的轿车车体严重扭曲变形 碟盘的水泥墩也被撞毁 可见冲击力道相当严重 车站两岁小男童被送往台大斗六分院急救 情况相当不乐观 开车的驾驶是这名小男童的叔叔 事发后情绪激动相当自责 如果当时先把小孩带出车外 或许就可以躲过一劫 意外发生后台铁赶紧调派一列火车接驳乘客 这场评价道意外也造成抖六南下嘉义的火车一度误点 而肇事责任还需有警方在做进一步调查 记者文贵雄云林报导